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站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斯冠名播出的药保湿 伊贝斯 伊贝斯 谈润保湿水 要旅游找图牛 节目首播期间打开图牛客户端 迎323图牛旅游节百元现金券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伊贝斯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现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站的官微 即可网上报名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并且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打开微信摇一摇摇电视 进入到爱情保卫站的互动页面 百万红包等您来拿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谁呢 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马丁 马老师 欢迎马老师 怀疑加新的副总裁曲伟 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爱情导师 图磊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出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关注本期的节目内容 好了 了解一下 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的 基本情况 请看 我和他在一起快两年了 一开始我们特别相爱 后来我犯了一个错误 我知道这伤了我和他之间的感情 我非常后悔 一直在努力地去弥补这个错误 他把我的心都伤透了 可是我真的很爱他 放不下他 于是我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 但我的心里面 一直有一个打不开的结 我觉得他只是嘴上说原谅我 其实心里一直没有迈过这个坎 一直揪着那件事不放 而且对我做了很多很多过分的事 难道犯了一次错 就一辈子是罪人吗 找回彼此的信任 是需要时间的 我没觉得我做的事有多过分 他根本就不理解 我多担心悲剧再次发生 我觉得他心里早已经把这种感情 判了无期徒刑 再这样无谓地坚持下去 真的没有任何意义 一个人犯了一个错误 到底需要用什么东西来弥补 有些人说 那要看这个错误犯的 事大事小 今天就有一个人说 我错了 另一个人说 我原谅你 可是在生活里 这个错误变成了他们之间最大的痛 掌声请出他们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孟27岁来自湖南技术园 女嘉宾小曹24岁同样来自湖南 是一名文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怎么就这个情绪呢 我 就是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了 OK 咱们从头开始说好不好 怎么认识他 认识多久 之前是朋友聚会上面认识的 朋友聚会 对 然后认识已经快两年了 朋友生了 然后我一去了 跟他一起聊得比较难 觉得很投缘 然后我就试着去追他 然后他就接受了 他就答应了 那不是挺好的吗 但是现在 我觉得我们的爱情已经变质了 我之前犯了一个错误 但是之后我一再努力地去弥补 可是他还是就着那个错误不放 到现在甚至以这个为借口 去和其他女生玩暧昧 我实在是出比较我的底线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那根本就不是玩暧昧好不好 我那就是跟他们平常很普通的聊天 那是什么暧昧 你又默默的那些女生聊天 你问他是不是女生寂寞了 你问他出来约会 你觉得这只是普通的聊天吗 你现在过来指责我 你有什么资格现在过来指责我呢 我是你女朋友 你之前犯的错误还不够大吗 你犯了错误我还原谅了你 可是那只是一个意外 我跟你解释过了 你那个是意外吗 你之前跟那个大伟的时候 你常跟他联系 我 你跟他联系的时候 我只是崇拜了对他没有男女之前的那个爱情感性 如果你跟大伟只是普通关系的话 我根本不建议 但是你跟他呢 最后呢 去他去年七月份的时候 他之前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喜欢旅游 然后就加了一些群 进行跟一些陌生人出去旅游 他来一次去 我让他去了 然后我不知道他是跟大伟一起去 大概不用说 每个人都能体会出来这点事了 我为什么打断你 我有个前提想问你 你今天来干嘛 如果你说你要接这个女人的丑 你可以走 如果你说你想挽回跟她的情感 我们可以谈 你来干嘛 我只是觉得她本身发生了错误 你来干嘛 我是不同意 她跟我不同意 你不愿意跟她分手 是的 那我们再说白了 就是这个女生在跟你交往期间 做了男人无法容忍的事情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 然后这是多久之前的事情 八年前 你能原谅她吗 如果你能原谅她 你就原谅她好了 如果你不能原谅她 你跟她分手 你现在是不想跟她分手 我原谅了她 你原谅了她 都可以了 不是 是这样的 那这件事就可以过了 我们就不说这件事了 你原谅没原谅 我是给了她一世和好的机会 她如果真的原谅我的话 她不会让我做那些事情 她让你做什么了 她说要我所有的听她的 每天吃饭的时候 其实是在餐馆里面 她都要求我对这件事情 跟她忏悔 去保证我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之后每天还要求我写一百字的那个 道歉书给她 最开始我都是写了 就是我还在网上 你写了吗 你后面还写了吗 到现在也差不多快一百分了吧 你后面没写了呢 我要求你每天写 你没写了呢 现在 那是之后发现你 跟其他女生玩暧昧 我才没写的 你没有达到我的要求了 你现在已经没有达到我的要求了 姑娘你为什么要写啊 因为她之前 她前任也是因为这种事情跟她分手 所以我就很在乎她 然后我觉得我对不起她 在这种感情里面我犯了错误 而且她答应跟我和好 就是因为我所有的事情都听她的 所以我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我写到贼信的时候 我在网上找那种 就是心灵鸡汤 希望能够让她早点忘却这段悲伤的事情 但是她每天都是让我去忏悔 让我去接这个伤疤 这个是为你做出错误的决定 你所应当承受的一个结果而已 不是 你跟她什么关系 我跟她情侣关系 情侣关系 她是我女朋友 她是你女朋友 对 可是你现在没有把我当女朋友 你为什么不走啊 你这么没去 她不允许我走 她不肯跟我分手 那为什么呢 她觉得我发现这个错误 没有办法原样 但是她也不肯跟我分手 她之后还做了一件 我不是不跟你分手 当初我跟你分手的时候 是你来苦苦哀求我 你跟我说了什么 你说只要我能够原谅你 我提出任何要求 你都可以答应 我答应了 这是你自己说的 所以我才给你提要求啊 你提的要求 我都答应了呀 我都做到 你提的所有的要求 我都做到了 可是你没有必要 就是连我闺蜜到我家来 到我们家来做客人 人家手机放在桌上 你都去查她的手机 去看我跟她的聊天记录 你放我的手机 我也让你看 我手机从来不生命嘛 可是你没有必要吧 她是我闺蜜 凭什么呀 因为她的手机太干净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 什么都查不到 我就好奇 去看一下她跟她闺蜜 聊的一些什么东西 了解一下她嘛 我也没看你闺蜜的一些隐私 我只看一下你跟她的 我当时那么生气 我为了维护你 差点就跟她闹翻了 这个闺蜜跟你是什么关系 你看人家的手机呀 没关系 这个是情侣 那你凭什么看人手机呀 我是好奇她 那你好奇就能看人手机呀 因为我觉得 男人和男人之间有话题 女人和女人之间有话题 不是 你看人家一个陌生女人的手机 你什么意思啊 也不是她陌生女人 因为我也 那你看人家一个认识女人的手机 你什么意思啊 但我也没有看她的影视啊 你还没看人隐私 手机就是人家的隐私 你还要看什么呀 还干嘛啦 她有一天早上起来 她说要做梦了 然后她就 她就跑去营业厅去查那个记录 查我的通话记录 然后每一条每一条的来问我 完了之后查手机查电脑 就这样 你说这个事情 就是只是做了一个梦 她就这样查我 我希望你做一些事情 能够信任我 但是我问题 我后来还是查了东西出来了 你那时候不还是用那个网站 继续游览一些信息呀 你不是说好了跟他们 断结任何联系了吗 自从那次之后 我跟他们都没有联系 他们也不理我了 但是我喜欢 就是我的爱好 我在家里除了每天上班 就是除了上班以外 下班之后我就 因为你们纠结什么就分手呗 你心里又难受 你也难受 你们干嘛不分手啊 她当时做出了事情 我要分手 她不愿意分手 现在要分手 她一句话分手 我就应该跟她分手 我不分手啊 我就是不分手啊 那你要怎么样呢 我不想分手 不是 那你要怎样 我不 我觉得 除了不分手 不分手可以 不分手之后你要怎样 不是 主持人我跟你说 你看你也是一个男的 是吧 如果说你遇到我这样的事情 我很大度地原谅了他 然后 我觉得就是两点啊 第一点你不原谅 你离开 第二点你原谅了 就不要再提 OK了 不是啊 主持人 我问一下 你作为一个男的 你觉得这个事情 你就简单地说 好吧 原谅你的 以前没发生过 可以吗 可以啊 我觉得不可以啊 为什么 他发生了事情 他做错了事情 你离开他呀 但 最近事情 但什么 你就拿这个东西 你要弄它一辈子吗 不是 你折磨你和他自己有意思吗 要不然你原谅他 要不然你放人走 你有什么权利 这么去折磨他呢 我觉得这个不是 行吧 那你怎么着 不是说你现在跟女生聊天吗 聊什么呀 就是聊一些很平常的 是谁 是吗 但是他说 并不是这样的 聊什么呀 他就问那美女的 你有没有时间出来吃个饭啊 有没有时间出来看个电影啊 然后还去加别人的微信 我那只是好玩 我说了那只是好玩 好玩吗 因为 好玩吗 不好玩 好 现在我认为你做错这件事了 每天麻烦你给我写一个一百字的忏悔书 你做得到吗 做得到 做得到 我觉得做错的事情 我过来我应该忏悔啊 你做错了吗 你做错了吗 我没错啊 我觉得 你没错啊 我不觉得我哪里有错啊 你没错是吧 是啊 你难受吗 兄弟 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这样其实挺折磨 他还挺折磨你自己的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 你也会哭对吧 我很困惑知道吗 本身这种事情 作为一个男的 发生在我身上 我真的 我可以原谅他 可以接受他 但是总是 别扭 是的 感觉就不是以前那种感觉 找不到刚开始的 那种感觉 那就放他走啊 但是我也舍不得 我真的舍不得 因为我自己 我年龄也这么大了 我也要考虑以后的生活 受得了吗 你觉得我犯了错误 你要我做什么 我都做了 但是你没有必要再去 就是说 在我闺蜜那边 还让我难做 而且还有就是 最主要就是 还跟其他女生去玩暧昧 我觉得我完全受不了这个 真的想要这份感情吗 想 你们看怎么办吧 老师们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眼前是一个既可恨 又可怜的男人 用惩罚别人 来缓解自己的痛苦 是最愚蠢的一种做法 仿佛能够卸自己的私愤 惩罚了他 但实时一点用没有 你因此心里好受一点吗 你解决了问题吗 所以翻回来说 你既可恨又可怜 可怜在于 我看到的是一个 在上一段感情中 被女友抛弃 耿耿于怀 心里没有翻过那一篇的男人 而在这段感情中 居然又再次被重现 自己对旧爱的恨 对心爱的留恋 纠结在了一起 既不敢勇敢地说再见 也不敢自我审视 真的放开 我给你两个建议 一 放他走 谢谢他爱过你 也跟他说对不起 我伤害过你 放他走 你放他走 就是放你自己走 你知道吗 你让他解脱 你自己也解脱了 第二 不要放他走之后 再着急找下一段恋情 让自己心里和生活 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 再去谋求自己的幸福 今天是你 或者是他 有可能走向幸福的一个起点 千万别错过 谢谢马老师 许总 我帮你找一下源头 你可能 你知道这个源头之后 你就不这么纠结了 源头就是 你根本就不爱这个女人 你以为自己很爱 你以为自己被 自己很爱的女人背叛 你很倒霉 你很值得可怜 你应该获得 所有人的同情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当众去羞辱他 他这么哭泣 为你做出了这么没有尊严的事情 一点也不心疼 如果你爱他 你一定会心疼 如果因为当时你自己不能调解自己的心态 你去做出了过分的事情之后 你一定会后悔 你一定会心疼 你一定会改 你有吗 一次又一次变本加厉的 你一定要完成这个 一定要完成那个 一点心疼都没有 你根本不爱这个女人 所以是时候 自己调解 自己跳出这个怪圈 自我解脱 你自己可能心里还会好受一些 何必伤害呢 女孩 你有值得要去改进的地 它是误解了自己 战友和爱之间的区别 自己把自己固定在了一个怪圈里头 无法自拔 而你同样也是 你没有自控能力 不够自爱 如果你有足够的自控能力 以及自爱 你不会给那件事情发生的一个机会 你应该有识别这些危险 尺度分寸这些的能力 可你没有 马上你又一个能力的丧失 又显现出来了 你没有一个自爱的能力 这个人 甭管你多爱他 甭管你多么自责 因为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 也不能丧失你的尊严 你是一个人 一个独立的人 如果这个人没有尊严 没有自爱的话 别人爱你什么 他只能是在你的屈服当中 在你的一步一步退让当中 纵容自己 让自己越来越过分 所以面对这么样一个人 一定要自尊自爱 然后增加自控能力 才能让自己在日后的生活当中 不受到任何人的伤害 明白吗 这件事情是给你们两个分别的 一个教训 好 谢谢 附老师 爱会让一个人疯狂 会让一个人嫉妒 也会让一个人内心扭曲 你们俩都被爱所扭曲了 男生的确做了很多不尊重 而又伤害的一些事情 但这事换任何一个人心里 也难以放得下 所以我们被爱扭曲了 他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 他想说宽恕 却又宽恕不了 就像你时常跟他说 求求你原谅我 他说我恕你无罪 但一个数字 已经说明你是有罪的 你一直问主持人说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样 这事在你这就是一疙瘩 永远翻不过去 我觉得你们之间 还是有爱 如果没有爱 不愿意这样去折磨彼此 但问题是在于 你一面让他难受 一边把自己也折磨得一塌糊涂 这是为什么的 为什么要这样 你只是这一点没有想通而已 那我想问你 如果今天不分手 什么时候是个头 什么时候这一篇你能翻过去 你能把沙子揉碎在眼睛里 其实你回答不出来 你不知道这个心理过程 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完成 那既然不知道 既然曾经在一起爱过 既然也惩罚了他这么久 那为什么还不放手 舍不得 很多东西都舍不得 人回一辈子 有太多的东西都舍不得 最后还是舍得了呀 如果你老是谈舍不得 那你就太自私了 其实他也舍不得 他如果舍得 那就不过去受你的欺负 他也舍不得 但两个舍不得的人在一起 如果这边就翻不过去 再舍不得在一起 那就一起死 放过他也放过你自己 好不好 跟别人说一声对不起 就这样 今天其实我们在 这个个案里面 给我们最大启示的是底线 对吧 每个人有每个人 自己不同的底线 我给你一个建议 要不然就 好聚好散 该认错要认错 要不然 就真的原谅 为爱 再给彼此一个机会 想清楚 别再胡闹了 好吗 女生 错确实是错的 没有管理好 但是不因为这个 而让自己失去 做人最基本的东西 你已经失去了 不能再失去了 记住啊 来吧 黄金六十秒 我觉得可能确实是我走不出这个节 一直在我记忆里面 导致我甚至做梦 都可以梦到这件事情 我知道我对你 我一直做这些事情 希望你能够慢慢地 开始相信我 因为我从行为上面 就去改变了 也去向你认错了 然后给了你这么长的时间 有半年时间了 我都一直在给你机会 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要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如果说我们能够和好的话 我不会在这间队里的 这小子说那声对不起的时候 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下来 两位请回吧 谢谢 这个应该叫做一段虐恋吧 挺虐心的 来 请关门 请关门 马老师 觉得这臭小子今天会放手吗 他如果放手 那我要起力替他鼓掌 哪怕他看不到 他不放手 我也能理解 反正我觉得 很难 就可恨可怜你知道吗 曲总你觉得他会放吗 会放吗 因为也许他就认识到自己 不是那么爱 好吧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在这や个人 在那里可以帮助 我喜欢 第二两个人 有点 跟着 我认为 就是 这样 我还能够 说 我 都是 夹 人 ble 是 一 什么 如果你 这 这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 碰到了怎样的挫折 各位请看 我们是从湖南上大学的时候认识的 当时他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 我非常的感激 所以毕业的时候 我想把他一起带到天津来 我们一起发展一起生活 他为了让我跟他回天津 向我承诺 他家里会给我安排工作 而且还会为我们准备婚房 我当时没考虑太多 只想只要跟他在一起 就一定会幸福 我来到天津之后 我才发现 他之前说的所有信誓旦旦的承诺 全是谎言 我对他的那些承诺都是真的 我很爱他 我一定会娶他的 我知道他背井离乡也很委屈 但是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些时间 我来天津已经两年了 我还要给他多少时间 他从来都没有为答应过我的事情 做出任何努力 我再也不会相信他开的空头支票了 接下来要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李24岁来自天津 是一名文员 女嘉宾小唐24岁来自湖南 是一名文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魏 大学同学对吧 对 一个专业吗 不是一个专业的 我是环境工程 他是学的会计 谁追的谁当时 当时是我追的他 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可爱 甜美 所以说我就刻意地接见了他 正常嘛 喜欢就追求 没什么 大一就开始谈是吧 不是 从大三开始的 就快毕业的时候谈的是吧 对对对 你们是在天津读的大学吗 不是 在湖南 一个湖南妹子 就跟这个天津小伙来了 天津了是吧 对 因为当初我快毕业的时候 他对我各种承诺 说只要我跟着他来天津 他们家就会给我解决房子 户口还有工作 然后我当时也没有考虑太多 我就跟他一块过来了 可是我现在在天津 已经待了快两年了 他一件事情都没给我解决 我觉得他就是把我骗过来的 他就是想让我继续来天津 做他的保姆 我怎么骗你了 你怎么没骗我呀 户口你给我解决了吗 哪一件工作不是我自己找的 还有房子 现在我们住在哪儿 还不是住在出租屋里 我说的这些 肯定会在日后一一实现 你每次都这样说 满嘴跑火车 我当初来天津的时候 是不顾我父母的反对 我跟他们闹翻了 我过来的 这一年多 我跟我爸妈感情 就是一直关系很僵 我也没有回过湖南 这次他们来是干嘛的呀 他们这次来天津 其实就是已经默认了 我们这种关系 他们想把这个矛盾缓和 想把这件事情 就是摆上来说 但是他们来天津之后 你是怎么表现的呀 就为了玩两把游戏 结果去接他们的时候 还迟到了 那天不是因为堵车吗 你不要再狡辩 你就是为了玩游戏 而且我爸妈接回去之后 我让他们睡大床 我们睡客厅怎么了呀 你还不乐意了 你摆个臭脸给我爸妈看 我说的是 咱四个人挤在一个屋子里 不合适 那你至于找各种理由 你跟我说 你以后别让你爸妈来了 你怎么能说这样过分的话呀 我觉得咱们两个人出去 住没什么不好的 你知道我爸皮就不好 他这回看到我 现在过成这个样子 觉得我现在每天 就跟保姆一样的 就伺候你 我爸妈就真的 这回必须让我回去了 如果我再不回去 他就跟我断绝妇女关系了 你知道吗 断绝妇女关系 那你就跟我在这里一起 反正不会孤难了 我们这几天吵架 根本就不像亲人 你就整天就说我无理取闹 你知道你这几天 说过让我最寒心的话 是什么吗 你居然觉得我智力 我物质 我是为了图你家的什么 你居然觉得我是这样的人 我付出了这么多年的青春 从大学开始 我是怎么对你的呀 你寝室里面 你的衣服基本上都是我给你洗的 我们学的不是一个专业吧 我学的是会计 你学的是环境 可是你每次期末考试的时候 都是我带你画重点 我给你复习 你的四季老考不过 总是我带着你去复习 把四季考过了 你的事情我比你还上心 你当时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你怎么说的 你说你跟我回天津 我来照顾你 我让你享福 可是现在呢 我觉得我们俩的角色 从来没有转变过 我还是你的保姆 我每天做家务的时候 你在干嘛呀 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我又不是没给你做家务 我不是帮你洗碗了吗 你不要再说洗碗了 我每次让你洗个碗 你还拖到转天 毕业的时候 有没有跟人姑娘说 你来天津吧 我帮你解决户口 我们家有房子 说还是没说 我当时是 说还是没说 说了 你当时怎么说的 我当时说 我就是想跟你生活在一起 那些房子 户口 工作 我都会跟你一一实现 你不要 你现在还在满嘴跑火车 姑娘她当时是说 你跟她来 你们一起去奋斗这些东西 还是承诺你会有 她是承诺 我只要一来就会有 明白了 来了之后姑娘发现 这一切其实都是空 是吧 你父母喜欢她吗 我父母 说实话 我父母没怎么见过她 为什么呢 因为 对啊 因为你从头到尾都在骗我 你说找你爸托关系 给我找工作 可是我去年过年 去你家的时候 你爸对我也不怎么了解 我做什么 我干什么 他都不知道 这叫找你爸 给我找工作 所以我想听听男生说 为什么 我是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可能还没有那么明确 还没有那么固定 所以说我想稳重一下 先不告诉父母这件事 那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你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承诺这个姑娘 要给她好生活的时候 你父母还不知道有她 是吧 就这么个情况 你怎么就把自己的父母 又弄来了呢 姑娘 就是我爸妈嘛 他们觉得 我也一年多没回家了 觉得这样将下去也不是办法 就觉得就想把这个矛盾 他们都妥协了 那你父母来了 见到他父母了吗 没有 你说我爸妈来了 从头到尾来了 一个星期 你出过面吗 他就头一天晚上 我让我爸妈睡床 他睡沙发 他不乐意 第二天转天 他就跑回去躲在他爸家了 然后一整个礼拜没出现过 是吧 然后你是不是也没跟你爸 致一声我爸妈来了呀 是不是双方父母得见个面啊 删来删来以后结婚的事情啊 我跟我爸爸说了 我爸爸当时 一整个星期都在工作 结果我爸妈走之后 我是不是跟你说了 以后我们到底怎么办怎么办 结果你说我势力 我付出了这么多 结果你把我的包扔出门 你说让我滚回老家 我当时不是因为正在气头上吗 我关上门之后我就后悔了 行 今天谁要来的 他要来的 来干嘛 姑娘 我觉得我跟他过不下去了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现在工作压力特别大 我没法跟他说 为什么没法跟他说 而且我父母那边 因为他好幼稚 他整天就只有想着他自己 我爸妈那边跟我决裂了 我朋友也看不起我了 我现在回不了头了 怎么回不了头 要娶人家吗 要 啥时候娶 肯定是要再过段时间 过多久 三五年 几年 你之前是怎么答应我的呀 三五年 你说我大学毕业过来之后 婚房都准备好了 你现在跟我说三五年 你知道有时候 其实我不是说 你没有做到你给我的承诺 而是因为你从来没有 为这些承诺而努力过 你知道吗 姑娘 我问你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别训他了 我们单位有人追你吗 有 暗示过 但是我没有答应 怕失去他吧 怕 我看你是不怕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 我印象特别深 全场华人 女生说 我父母要跟我决裂 她说那正好 你就可以留在天津了 是你说的吧 对 生活在大城市 没什么不好 像 如果回他的那个小城市 发展的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 对呀 生活在大城市好呀 我每天晚上回去 我下个班给你 新做饭 姑娘 姑娘 不跟你在一起 大城市也好 对不对 你不代表大城市 对吧 对 你找一个好天津 靠谱的天津小伙 一样嫁着天津 还是挺好的 天津还是个不错的地方 对吧 你承认你骗了人家了吗 我真的没有骗他 那话是你说的吗 工作给你找好了 你说没说 我没说找好 我说帮你找 帮你找 他不仅不帮我找 还找到我 婚房说已经弄好了 你说没说 我说了一定会给他弄好 婚房肯定会有 我说 婚房在哪呢 他现在首付都让我们家来凑 他说他爸就转不开了 我不是说咱俩一起凑吗 我说我拿出一部分钱 然后从你们家拿出一部分钱 我又不是不还给你 你不是这样说的呀 姑娘你别说了 这要是我家姑娘就直接拉回家了 你知道吗 哎呀 老师们你们看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咱们都是有闺女的人 是吧 杜老师有闺女了 有闺女了是不是特别好 整个心都化了 对不对 妙不可言 妙不可言 对 真的 我觉得刚才川哥说 他就把他女儿直接拉回家 我肯定也这么做 飞奔过来 把女儿拉回家 你有一个在大城市出生的户口 你家也在大城市 对吧 对 但你不能以此 做诱饵 骗自己女朋友 跟自己到身边来 我真的没有 你没有骗她 婚房呢 工作呢 没有 骗了一个姑娘到自己身边来 还窜着她断绝父母关系 还不尊敬她的父母 还瞒着自己的父母 拜托 你找了一个女孩到自己身边来 许她一个将来 你爸不知道这事 你可以说你是无意义的 但我们只看事实 这确实不是我想要的 所有这一切 已经证明了一切 不用再用等待 去消磨自己的青春了 回去跟父母说 对不起 我年轻 她会敞开怀抱 欢迎你回家 你会找到一个更幸福的明天 女孩 你觉得你特别不幸 觉得吗 我觉得我当时脑子精水了 好 我就告诉你 你跟她这一段 你得到的三大宝藏 第一 你原先或多或少 一定是一个 也期望跟她差不多这么一个人 也是想走捷径的 你想想 工作 房子 户口 都给你安排好了 可能吗 这三样哪样东西 不应该是靠自己 脚踏实地的自己 凭自己的真实力去挣来 你想走捷径 她才能忽悠你 原先你到那 以为三样东西都在 结果一样没有 为此你付出了很多 当了保姆 做了家务 自己还去找份工作 哪样你也没讨了 把你从 想不劳而获那样的人 可能转到一个 终于能够脚踏实地 在做事的人了 这是对你 最大的一个 宝藏 这是能影响你一生的 你这样的能力 可以在任何城市 任何的环境下 你都能生存 第二 这件事告诉你 什么时爱 怎么去爱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相信你应该 自己心里清楚 一定是不爱你 如果爱你 不可能骗你 不可能不尊重你的父母 这样的男人 怎么能够跟呢 你要得到一个 最好的一个 宝藏就是 如何去鉴别一个男人 是否爱你 你从这件事情上 一定可以得到答案 第三呢 你会更加地爱自己的父母 因为这么一个 不值得的人 因为自己的不成熟 跟家里人闹翻 居然还闹到 要断绝父母关系 长辈们何等地爱你 何等地宽容无私 闹得那么狠 还过来 来见你 他们多爱你 而且因为 他们是爱你的 所以他们做出了很多 放掉自己尊严的事情 换来 就是你的觉醒 三大宝藏 我觉得非常好 如果你真真正正地学到 这件事情 对你的帮助 将受益一生 我不谈爱情 但你承不承认 这个女生 对你是有恩的 我承认 你对一个恩人 怎么可以这样 对你的恩人 你怎么可以 把她的行李 丢到门外 因为当时 不要说你当时 是不是愤怒 不要去找这种理由 好吗 一个女生 在大学里 那么照顾你 那么关切你的学业 在生活当中 也这么地照顾你 就即便是个保姆吧 就我们请来的保姆 我们也不可以 把她的行李 抛出门外 让你滚吧 怎么说得出口呢 对你有恩的一个女生 即便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她是自己作践自己 但是在生活当中 她确确实实是付出了 她的父母 来到这样的一个异地 你即便是作为一个东道主 不说是未来的女婿 你最起码的尊重有吧 你的尊重去哪儿 至于那些骗啊骗的话 我暂时可以理解为 是一个男生的吹牛 谁年轻的时候 没吹几个牛 但是你后面干的 这些个事 没有一件事 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 你成不成 我到现在都无法明白 就说一个女人 是什么东西触动你 让你自己 要这么作践自己 不把自己当回事 不知道是为什么 后来我想想 是爱吗 肯定不是爱 应该不是爱的 如果是爱的话 从某种条件下来说 她应该先爱自己 才会懂得去爱别人 但你不懂得爱自己 所以我认为 曲伟说的话是有道理的 一开始可能只是爱 后来因为爱 慢慢有了一点虚荣之心 因为可以去大城市 再加上周围人 所有人的反对 让你有了一种逆反心理 你们偏这么说 我反而偏这么干 我就要告诉你 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到最后把自己 逼得骑虎难下 再也回不了头了 所以你才刚才 会有这么一句话 我回不去了 我没朋友了 我没父母了 父母也反对了 但是我想跟你所说的是 当你看着自己的父母 被他所不尊重 当你在自己的门外 捡起自己行李的时候 你还受得了吗 你还忍得了吗 你的自尊在哪里 你的尊严在哪里 刚刚马丁说 我们都是有女儿的人 有女儿确实是妙不可言 我们确确实实是以一种 有女儿的父亲的心态 有一种心疼 为什么要这么作践自己 不把自己打回事 让自己的尊严 被一个臭小子 践踏在脚底下 为什么 一点都不值 回湖南去 又或者是在天津 找分自己的工作 好好过自己的生活 把过去的这段都忘了 那将成为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个过去 我相信如果经历了这样一个错误 你能走出来的话 大致在你接下来的日子里 在爱情上应该不会犯太大的错 祝你一路好运 这段话大概说给 类似于这样的女生的父母们听 也给我们自己听 万一这件事 就降临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做父母的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抱抱孩子 给他力量 让他重新开始 所以 对每一个孩子来说 包括你 我相信你的父母 一定会觉得 我怎么培养了这么一个儿子 我想说的是 不要责怪 越是在孩子难的时候 希望做父母的 能抱抱他们 希望父母 还是一个平静的心 能够好好地 帮助这个孩子 不让他继续地沉沦下去 所以我想说的话 就是说给天下的父母 当我们的孩子 真的碰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 所有人都可以放弃他们 但是我们不能 在这个时候 他们需要的 反而是我们对他们 加倍地爱和呵护 因为我们是他们的父母 姑娘 好好的 谁陪过一场失败的恋爱呢 可是我们还得继续往前 未来一定是 特别美的 因为你经历了 小子 没关系 如果通过今天的节目 让你明白了 人生最真实的东西 重新开始 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我倒希望你能记住这个女孩 记住你这段荒唐 你未来的人生可能就好了 祝您两个好运吧 黄金六十秒 也许 我说的那些话 确实是在吹牛 也许我说的那些话 确实有点过 但是我 确实是非常非常地爱你 我想说的就是 我 我不能失去你 你知道吗 其实你说的房子也好 户口工作什么的 其实我根本在乎的都不是这些 我觉得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达到这些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你的努力 你想事情 从来都是那样幼稚 从来都只考虑到你自己 我对你太失望了 我根本看不到我们的未来 如果说你再给我一次机的话 我一定会 会履行我的成员 回吧两位 谢谢 来 请关门 我们今天看到了这样一段感情吧 不用爱情来说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感情 大家已经很清晰 并且非常快地在这个当中 找到了谁对谁错 谁是谁非 我还是希望电视机前 收看节目的父母们 责任其实挺重的 下载使用天天券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图类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 摇电视 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的宝箱 抽取现金卡 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狱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距离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这两个年轻人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我觉得我非常对不起你 我说的那些 那些大话 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你 那也许是我 我告诉你小伙子 老师们所有说的话 你记住 并不是在追责 你的一段大话 女生说了 我愿意因为我爱 你说了 我是吹牛 大家在乎的是 当这个女生 一心一意地 因为爱你 到了这儿之后 你所对待她的 一系列的举动和行为 有话说吗 有话说就说 第一 你觉得我对不起 对不起她 第二 我觉得我对不起她的父母 第三 我还对不起我的爸爸妈妈 我对不起你们 行了 从今天开始 踏踏实实地做人吧 兄弟 走吧 我特别感谢刚才三位老师 对我说的话 我觉得他们点醒了我 虽然我放弃这段三年的感情 我很不甘心 可是我觉得这对我们俩来说 都是一种解脱 我会像涂雷老师说的那样 重新回湖南 找一个好的工作 重新开始我的生活 我也希望她以后 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归宿 这一段我们应该不要叫爱情保卫战 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教育课堂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 伊贝诗爱情保鲜记 胡老师天天圈的用户提问说 女友说她因为我最近想考研感到自卑 说会拖累我 还说我们没有共同语言 最近她说让我们彼此不要联系了 彼此好好想想我该怎么办 可能不考研吧 一个人的自尊心不能靠别人来维护 即使你不考研 小心地维护着她的自尊 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如果爱一个人就希望她应该活得更好 而不是把她拉到与自己同样的一个层次 来拖她的后腿 而应该是希望她越走越远 越飞越高 好 谢谢 谢谢杜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诗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伊贝诗 伊贝诗谈润保湿水 要旅游找涂牛 首播期间打开涂牛客户端 迎323涂牛旅游节百元现金券 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 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要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